就每天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學這個毛筆 然後腦袋裡面一直在想 哪一天如果回去沒有學好 我爸叫我寫字就 派狂 對 傳邦 對 就不好 然後就練練練 到93年底 我父親過世 回來 上香上完以後 回去就更堅定了這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沒有辦法在他面前揮好給他看 那最起碼我一定要把他練上手 什麼事情讓你真的靜下來 什麼事情 因為一開始一定很煩躁 對不 對 就在留學的時候一定很煩躁 對 那什麼時候讓你能夠把那個筋打開 然後你真的靜下來 應該說在92年底 93年初 是 那時候剛好 有每天做的事情 早上幾點幾萬做什麼事情 一個禮拜後的早上幾點幾萬 還是在做這事情 就連續做了大概有幾個月以後 我發現 不會15年都這樣子吧 有一天到工廠 我經常就是工作完我看電視 看電視看電視 看到最後就想一想 欸廣告 轉過來一看 旁邊有一桌專門在寫毛筆 六七個都在寫毛筆 嗯 我就很好奇 因為為什麼 這邊在走象棋的 這邊在玩四九的 算數據 要不然就是讀電視的 我想說 哇 這麼吵雜的環境 竟然有人在那邊寫毛筆 我就過去 一過去一看以後 就開始跟這些聊天 我說請請教你是 之前在外面就寫字 進來無聊寫字 他說 沒有啊 我在外面都在寫字 寫字 寫字 我說啊你寫這個寫什麼 他說寫七年 我說你判多久 判無期 我說喔 他就一直寫一你知道嗎 一 就寫一個一啊 數話 就一直寫數話 我一聽到七年 一直寫數話 我說你會寫什麼字體 他說 這字還好 就一直在練基本筆劃 我說你練七年練基本筆劃 他說也不是啊 因為 老師說基本筆劃比較重要 嗯 所以我說 那可不可以讓我看一下你的作品 拿作品給我看 五體裡面喔 最起碼會寫四體字 突然間我覺得說 我這個不四字的應該也可以去練一下 反正就每天練嘛 練有就有 沒有就練信 就這樣子過年 剛好過年到了 我想說 我父親很喜歡寫毛筆 因為我愛生了嘛 我就跟他要了一副字 我說同學 可不可以寫一副春聯送我 他說可以啊 就寫一副春聯送給我 給我就捲起來 又寫了一封信跟我爸講 還叫人家帶筆 嗯 老爸在這邊沒幹嘛 待了這麼久 就 學了幾個月的毛筆 寫一副春聯送給你 我寄回去我爸第二天就來 來看你 對來看我 馬上來看我 電話拿起來就講 哇你那毛筆寫得真好 嗯 以後回去不拍戲沒關係 賣春聯 賣春聯一年只能賣一次啊 對 就只能擺餐三天而已 對 我就想喔 不是其實是我爸爸那個情緒 讓我很開心 嗯 哇我練字讓他這麼開心 我想說喔好 我說那時候等你回來 就寫一副作品送給我 我說好 喔你就開始有一個 欸我就有一個方向 我父親看我練字他很開心 我就回去以後 就想盡各種辦法進書法班 嗯 進了書法班以後 有啦 進了書法班以後 就臨摹了一 一首詩寄回去給他 嗯 因為那一封信寄回去的春天 其實是我跟人家要的 對 嗯 然後從那一天開始就每天 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學這個 毛筆嗯 然後腦袋裡面一直在想 哪一天如果回去沒有學好 我爸叫我寫字就 派狂 對 對 就不好 然後就練練練練 到93年底 我父親過世 嗯 回來 呃 上香上完以後 回去就更堅定了這個事情 嗯 所以我覺得 沒有辦法在他面前揮好給他看 那最起碼我一定要把他練上手 嗯 就是 最起碼把這件事做到 對我一定要做到 嗯 要不然 呃成年以後基本上 都在 台灣的 一些社會大學裡面進進出出 嗯 很少 在他身邊 嗯 然後 然後 我也沒想說回來會 會 會去教書法 嗯 也沒有想說 可以跟人家一起分享 就是很努力的一直學而已 其實你今天講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眼中 這就是一個男子和做事的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我立志 然後要做到這個事情 我就要把它做到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男子和做事的一個態度 像很多人 像現在年輕人 為什麼被人家被人家講來講去 就是 半途而廢嘛 對不對 眼高手低嘛 比如說 就像你剛開始一樣嘛 我想要一個很好的春聯 我用 背 用行動 對 用某些方式 對 但是沒有想到說我自己去做到 是 但是你做到 這個是很值得 真的很值得 所有年輕人去學習你這種意志力 所以我才說 會讓我開始有轉變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父親的過世 跟我碰到我書法班的恩師 周亮頓周老師 有很大的關係 是 這是對你來講說 應該算你後 後面幾年來講 對你影響最大的事情 因為之前影響最大的就是 可能進入電影圈 是 之後可能就是這個事情轉變了你 讓你整個個性改變 嗯 太好了 這個故事終於問出來了 謝謝 謝謝 這個要為你掌聲鼓勵 謝謝